来了解痛风有哪些定发症? 关节疼痛急性发作是急性痛风的典型症状 疾病发作都在轻微损伤、饮食过量或相关疾病以后,特别好发于肢体远端关节,典型的症状发于阻止、阻痛风,也可因尿酸炎结石引起肾脚痛。 慢性痛风以破坏性关节变化为特征。来了解痛风有哪些并发症? 病成较长的患者有三分之一左右可发生肾脏病发症。 肾损害有三种形式 一是尿酸炎肾病,由于尿酸炎在肾间制组织沉积所致。 二是肾尿酸结石,原发性痛风者肾尿酸结石占20%到25%。 三是大量尿酸结晶广泛沉积于肾小管,导致尿流氷阻而产生急性肾功能衰竭症状。 1.尿酸性肾尿酸病。 有10%到25%的痛风患者可发生尿酸性肾石病。 部分患者甚至是以尿酸性肾石病作为首发症状而就诊。 细小的尿酸样结石容易随尿液排出,患者可无任何症状,较大的结石常引起肾脚痛和血尿。 并发尿路感染者,可有尿频、尿疾、尿痛等尿路刺激症状或腰痛。 2.痛风性肾病。 早期肾脏表现为减性性的蛋白尿,一般病程进展较为缓慢。 随主病情的发展,蛋白尿逐渐转变为持续性,肾脏浓缩功能受损,出现液尿增多,等脏尿等。 晚期则可发生慢性肾功能不全,表现为水肿、高血压、血尿素蛋和肌肝升高,最终患者可因肾功能衰竭而死亡。 少数患者以痛风性肾病为主要临床表现,而关节炎症状不明显。 由于肾脏滤果功能不全时,尿酸的排泄减少,可引起血尿酸水平的升高。 故对于慢性肾功能不全扮高尿酸血症的患者,很难判断其高尿酸血症与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。 3.急性肾功能衰竭 大量的尿酸炎结晶堵塞在肾小管,肾于急疏尿管内,引起尿路梗阻,导致患者突然出现少尿甚至无尿,如不及时处理可迅速发展未急性肾功能衰竭,甚至引起死亡。 4.高肝油三质血症 约75%的痛风患者有高肝油三质血症,hyperglyceridemia,主要是高脂蛋白血症,hyperlipoproteinemia,的第四,型, Abo-B极低密度之蛋白,B-L-B-L,身高,而胆固醇水平是正常的。 除了饮食,肥胖,饮酒影响痛风患者的高肝油三质血症外,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。 5.痛风与心脑血管病 痛风患者中25%到50%有高血压,在未进行治疗和进行治疗的高血压患者中,并发高尿酸血症者分别为三分之一与三分之二。 高脂血症 动脉中量硬化和关心病可加重高尿酸血症和痛风。 限制饮食、饮酒、减轻体重、正确治疗原有疾病,可得到较好控制。 6.痛风与糖尿病 痛风伴发二型糖尿病律药报告 6.如上所述,这可能是由于肥胖、饮食及饮酒等是他们的共同诱因有关,而定非有直接因果关系。 6.但在预防治疗及孕后中则有密切关系。 Projects 等报道 Polinesia the Trahidi 岛的高尿酸血症与猪因素的关系,发现高尿酸血症半发高肝油三脂血症者占43%,26%半发糖尿病,19.5%同时半糖尿病和高肝油三脂血症,而胆固醇则是正常的。 Wirth 认为,肥胖、二型糖尿病、脂代谢温乱血症、高血压病和痛风是一组肠病存的代谢综合征。 这是因为肥胖、高胰岛素血症、胰岛素抵抗所引起的糖、脂质、氧令等代谢温乱。 只要降低体重、增加体力活动及改变饮食习惯,即可得到较好的治疗效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